据说电动车比燃油车更加容易爆炸 因为电池受到挤压就会发生短路 短路发热着火就会引发电池的连环爆炸 这是因为锂电池有超薄的渗透膜隔离层 渗透膜可以让锂离子在阴阳极之间移动 从而释放出储存的电力 如果隔离层破裂 就会产生放热反应 温度会失控然后急剧升高 所以只要隔离层破裂就会导致热失控 温度也会超过540摄氏度 电池故障爆炸有三大主因 为了验证电池是否真的容易起火爆炸 杰西跳进垃圾箱里翻电池 果然有很多废弃电池 接着杰西和瓦勒利联手打造了 微猛的电池破坏机 以便进行小型测试 这台电池破坏机有1.8万公斤而已 能轻松咬碎每块电池 所以它也被称为大钢牙 接下来就要靠它压编每块电池 遥控车里聚合物电池成功冒烟 更大的锂电池甚至着火 这证实了电压越强的电池 在短路时产生的电流越强 从而产生更高的温度导致着火 现在要测试一下 给锂电池点火也会这样吗 才过了短短几秒火焰 就把电池引燃了 换了一个更大的电池 发现这次的火焰比上一次还要大 这次来尝试一下锂电池接触水会有什么反应 强把严重受损的电池放入烧杯的水中 反应也很激烈 一下子就着火了 很明显电池在这三种情况下都十分容易起火 接下来就要模拟垃圾车尾斗的情景 杰西打造了一个垃圾压缩机 通过7300公斤力的气缸的启动 可以压缩所有垃圾 但卡森认为变数很大 这不像别的测试那么好控制 那来看看能不能成功吧 塞满垃圾后开始压缩 垃圾车直接着火 这种火燃起来想熄灭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灭火器多次抢救才把火成功扑灭 那现在要进行下一步了 为了能进行大规模测试 他们找到了理想的实验场地 大型垃圾处理回收中心 他们决定刻意刺穿一个电池 然后压缩垃圾 看看能不能引发连环爆炸 在倒上所有垃圾后 亚当辛苦地翻开垃圾 把尖锐的模型放了进去 然后再随意扔上两个锂电池 开始压缩 没想到刚开始垃圾就起火了 为了更好的达到效果 亚当又扔了几个电池进去 很快他们就成功看到了留言里的连锁爆炸反应 最后换上早就做好准备的消防队 帮忙清理才将火势扑灭 看来电池真的容易发生爆炸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